天崩地裂 世界就像快毀滅 虽然只是电影画面 不过台湾在未来十年内 恐怕将面临经济存亡的四大危机 在台湾我们众生一本比 不管是劳工 不管是选公教 都比西方国家高出很多 加上我们高人化速度 又会比别人快 所以我们一样都有财务危机 但台湾的财务危机会来得更急 除了红色供应链冲击竞争力 小子化也让大学面临转型 年金跟保险入不敷出 跟老人化社会恐怕首当其冲 电影叙述老人无助去 就像台湾未来的缩影 学者预估到2025年 老人将占整体人口两成 加上幼年人口太少 根本没有生产力 未来这几年它就会慢慢下降 也大概在十年之内 我们就会走出那个红绿期 在那个时间点 当然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会对于产业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统计 劳保军工教退辅金 2019年到2031年陆续用尽 还等不到年轻人来缴保费 恐怕就已先破产 保费增加会给雇主觉得 我的劳动成本就会增加 那当我劳动成本增加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我要准价给劳工 我就把薪资压低 政府要不然就是你用个特别预算 剥个几百亿甚至几千亿 把这个缺口给补齐 不见得要用投保薪资的 这样去计算 你可以用营业额 用收营业税 或资本利得 政府财政吃紧 伴随企业低信化危机 短短十年内 从产业竞争力到人口老化 引爆年金危机 台湾若不再认真面对 竞争力恐怕大打折扣 东南产新闻综合报导